大家都知道这个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呢 他可能哈佛都没有念毕业哦 就可以创造几乎是世界最大的财富 那么现在啊 线上付费机制PanPail的创办人提言 准备要发出总额将近台币7000万的奖学金 但是他不是要鼓励大家去念书的 而是要要求获得奖学金的这24名青少年 可以从学校暂时辍学来帮他创业 线上付费公司PayPal的创办人彼得提耶 靠着独到的眼光投资网络致富 现在他又有惊人的举动 就是鼓励学生辍学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提耶设立了一笔总金额 接近台币7000万的奖学金 还亲自挑选了24名青少年 每人可以获得台币288万元的创业基金 他们可以利用这笔钱来实现梦想 不过条件是必须辍学两年 像证明从网路上学会把汽车改成电动车的青年吉姆 就想要好好把握机会 但是因为提耶是从名校史丹佛大学毕业 因此引发了不少质疑 不过提耶还是希望大家能给这个大胆创新的计划 多一些鼓励 少一些批评